視覺出現變化 我視覺出現變化 老花眼 然後還有黃斑部疾病 這個好嚴重 還有白內障 跟視網磨玻璃 飛紋症 對 看見閃光有小蟲飄動 對 可是這些人常常在路上也是開車你知道嗎 很危險 現在大家這個用眼時間都很長 所以其實應該都會多多少少注意到 自己眼睛有一些狀況 而且那個老花的年齡其實都提早 那我這邊就舉幾個比較常見的 像剛剛手版上面 第一個就是老花眼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覺得說 好像本來可以看的這個距離 突然有一天 它不是慢慢 它是突然有一天 怎麼這個距離看不到 那你就要稍微移動一下 可是明天又可以 後天又不行 那其實這個就是一個 已經出現老花的症狀 那我們講老花眼其實就是一個 無法對焦 調節力退化 那現在老花提早的原因 可能是因為用眼過度 所以你的肌肉變得比較沒有彈性 所以你在對焦的時候 有時候可以有彈性 有時候沒有彈性 那還有的人呢 他是說 他的老花突然間好了 他本來沒有辦法穿針 他突然間可以穿針 有一些那個 過了大概五六十歲的一些大姐 他就覺得說他以前 視力很好 遠的看得清楚 他突然間連穿針都可以 所以他就很開心 他就覺得他的視力 就是回到第二春這樣子 後來他之後 就發現其實他是因為 長了白內障 所以他本來的遠視不見了 他變成近視 所以他近的東西看得到 他就覺得他的視力變得很好 可是他 你說長白內障會讓老花眼看 就是他變成近視 他長白內障的時候 他的度數改變 他從遠視跳到近視的度數 對 所以他就會覺得說 他好像視力變好 因為他以前要戴老花眼鏡 他突然間不用戴了 不過也不用高興得太早 因為這個大概持續個兩三年 他又突然間 就是近的又開始模糊掉 然後就是白內障又繼續長 那他就遠的也看不清楚 近的也看不清楚 所以那時候只是暫時 讓你開心一下 白內障戴長 因為我們有很多患者 他都會很驕傲說 他現在可以穿針 那我就覺得聽到這個 我就心裡就想說好 就先不要破壞他的開心 就是讓他兩三年後 就跟他講說 那就點點要保養 兩三年後再過來看 就連穿針都不行的時候 就是白內障可能就成熟了 對 那另外就是像那個 有些上班族比較常見 好像可能會跟我描述說 他看東西好像 大部分都是在看電腦 做表格的時候 覺得什麼好像那個線條 會有扭曲變形的現象 那會走路開車的時候 覺得那個路上的那個斑馬線 還是什麼怎麼會扭動 那其實這就是一個 黃斑部病變的證照 所以這個如果你看東西 有出現變形扭曲的現象 或是有什麼變大變小 這種就是很像異形世界的情況 就要趕快來檢查 那還有很常見的就是 那飛紋症 那飛紋症其實從小孩到老人都會有 好 因為現在很多學生 可能也是手機用太多 所以他自己會注意 我不知道小孩他們可能會注意 自己的視覺狀況 就會有一天都跟媽媽說 他看到好多小蟲在天上飛 那媽媽就會很緊張 他以為看到鬼 對 開始的時候 對 那我們就會幫他們做 一系列的檢查 那檢查起來其實沒有什麼問題 那那個其實就是一個很常見 也是一個良性的變化 就是飛紋症 那但是飛紋症它也有分 假設你的飛紋症 平常有時候看得到 有時候看不到 你注意看有 不注意看它又不見 這種都是良性的 但是有一種飛紋症 它就是會突然間 像螞蟻熊兵這樣 突然間一跑出來 或是像潑墨這樣 突然間有一坨什麼 潑墨或水母這樣 突然間飄出來 那要小心 有可能是一個 視網膜破裂的情況 所以要是沒有及早治療的話 有可能會變成視網膜玻璃 真的耶 因為最近很容易都會覺得 眼睛不見 對啊 很容易耶 眼睛看不清人嗎 會突然有時候對不準 看不到對 對 不是最近才結婚嗎 你看不清人嗎 不是那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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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不會是世人不清 來 惠惠 有一些內科疾病 就要小心眼睛的病邊 我講個案例是這樣 我有一個患者 他大概40歲的時候 因為他自己知道說 自己有家族性糖尿病 他很小心的問題 他就去檢查 發現說他真的罹患糖尿病 那時候一開始 知道糖化血紅素 是大概到8.5 我們6.5以上就糖尿病了 那所以他就知道說 要趕快做過控制 他感覺說 自己只要飲食跟運動控制 他自己量起來 空腹150 他說OK 我自己控制就好 所以就比較疏於 去回診跟拿藥 就想自己來處理就好 那等到42歲 接近43歲的時候 他有一天就發現說 因為他那時候在忙創業 他從電子公司轉到 想要自己創業之後 就工作很忙很忙碌 那發現體重就下降了 不太對勁 那左邊的眼睛 就好像起霧了一樣 霧霧了 以為好像空隙霧染一樣 這樣霧霧的 他趕快去眼科醫師那邊檢查 就眼科醫師就跟他講說 先生這個很麻煩 你有一個叫 他聽到之後就真的是整個就 呆掉了 說完蛋了 怎麼那麼嚴重 那醫生還跟他警告說 像你這樣的血糖控制 真的有可能近幾年內 你的視力不保了 他就趕快很積極的開始 醫生也配合他 給他做雷射治療打針 可是真的 他真的是很不幸 他大概下半年的時間 左邊眼睛就完全看不到 右邊也完全看不到 所以我們為什麼接觸到他 因為他聯絡我們去家裡面 訪視他 他就在我們住在現在 在住在竹北 就是說他那時候才剛從宜蘭去 學完視障按摩回來 他的人生整個是很大的一個變化 那視障協會幫他聯絡他說 他必須還是要得 人生還是要得繼續進行 他眼睛完全看不到了 可是問題是他必須要有工作 他必須要能夠養自己 他要自己住在一個公寓 他在樓下等我們去訪視他 我就看到一個帥帥的年輕人 四十多歲拿一個拐杖在那邊 一個盲人杖 他就是只是一兩年的一個變化 整個眼睛就完全看不到 那現在要重新再出發 就是要學按摩 學去工作 所以想要提醒我們的朋友是說 糖尿病的人大概四個人裡面 有一個就有可能會有 糖尿病的視網膜病變 可是你在發生的時候 你可能無感 所以我們現在糖尿病的照顧 每一年都要做一次視網膜的檢查 我們都會轉接去給眼科醫師 有人要做個散瞳 幫你眼底鏡看一下 因為眼底是我們唯一可以從外面 直接觀察到你的血管病變的地方 不然我們奇怪 血管就看不到了 那你透過眼底可以看到 你視網膜上面的血管病變 那眼科醫師又提醒你說 可能有一點視網膜的問題 你要趕快注意 不然其實這樣子拖下去 當你出現問題的時候 都是大問題 那個時候都只能控制而回不去了 所以每年都要做一次 這個視網膜的檢查才可以 天啊 我後來有發現真的看不見 而且看不清真的是 還滿恐怖的你知道嗎 因為其實像我們以前真的 眼睛張開碎形就是起來刷牙洗臉 但我覺得自從我們有3C產品之後 這一切都變了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發現 我現在是只要眼睛張開 是先拿手機 然後開始划新聞 回訊息 看一些資訊 然後有時候我都覺得 有一次我還發現很可怕的是 往往划完你起床的時候 已經半個鐘頭 甚至於40分鐘了 有時候一個小時就過去了 對 然後更可怕的是 然後那個焦距好像就會 真的就像烏熊剛剛講 那個焦距都會對不準 你知道嗎 然後就要有一陣子 然後就會覺得那種思緒 就會好像會類格類格的 我後來其實有點擔心 你知道我就覺得說 是不是我年紀大了 然後我後來去查資料 他們說這個是有個名詞的 什麼 就是 你就是害怕你的手機不見了 你沒有手機 人生被手機支配去 但我後來發現好像真的是這樣 因為我後來發現 只要早上起來沒有拿到手機 老公跟我講什麼東西 我都不太會記得 他叫我去繳錢 我就拿了錢 我沒有帶手機 我就又回來拿手機 然後拿了手機 又完了拿繳費單 我就這樣進進出出 只是為了繳個錢 我老公說你到底是在忙什麼 我說 可是我覺得不知道 就是沒有手機 我就會惶恐 你知道嗎 後來我那天在跟我一個朋友在聊 然後他就說天啊 你這樣怎麼行 你這個不是年紀大 你這個我們演藝圈最近 大家都在吃這個 什麼 都在吃一個 雙效合一的保健飲品 它是用喝的 它是用喝的 很方便 它就這樣一包一包的 我今天有帶來分大家 一包一包用喝的 他給我一包 你幹嘛 我把豬都摸了 謝謝 你要知道 它這樣一包一包用喝的很方便 因為它除了呢 你的那個非常豐富的一個營養之外 你大家都熟知的有葉黃素 然後它還有木憋果 它是來自於天堂的一個水果 它的營養是非常豐富 更重要 它有一個腦凝脂 大家都知道 腦凝脂的營養是非常厲害的 因為我兒子 因為他住校 然後自己住在外面 我們這個當媽媽的職業婦女 其實一直很注重他的營養 可是你現在很難用食物 去補充到完整的營養 你知道嗎 所以我就會叫他說 你要跟著我一起吃 要不然他現在又熬夜 有時候又敢報告 我們當媽媽的燈很難顧到小孩 所以我一定要讓他一起來做補充 然後最重要的是 我們是職業婦女 你知道嗎 然後我很忙 然後又沒有空 所以我非常需要這一種 方便的一個商品 這只要你知道 我皮包隨時就戴著 然後就很方便 我跟你講 你就這樣可以喝 好喝耶 酸酸甜甜的 然後隨時就可以喝 酸酸甜甜的 我通常都是在下午四段喝 今天好像不投資喔 對不對 把它當下午茶喝 然後更重要的是呢 我還有分享給我們家老公 為什麼 因為其實我覺得這樣酸酸甜的 全家喝都很方便 當一個飲品嘛 我喝了一陣子之後 我有發現真的有差耶 而且我的老公呢 年紀比我大 然後他的反應力跟清晰度 越來越差 我後來有邀他跟我 跟兒子一起來保養 姿佑姐講的 就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注意到 就是說你視力退化的時候 腦力也會有點混沌 我這邊再額外分享一個 就有一個病人 他大概三十多歲 那他是一個大樓的管理員 那他的管理員 他比較特別 他上大夜班的 所以他就是 他晚上因為就常 昏昏餓餓餓 所以他就會一直滑手機 因為他要保持清醒 那他保持清醒的方式 就是看手機 結果他有一天 他就突然發現他眼睛看東西 好像 兩眼大小不太均勻 那後來檢查就發現 他原來是一個 他視網膜的病變 那後來 就他視網膜下面有積水 那除了治療他眼睛的疾病之外 我也會建議他需要額外 補充一些保健品 像現在大家都使用過度的3C產品 平常在飲食的部分 那也建議大家要多 因為裡面就會有一些 那其實眼力跟腦力其實是有相關聯 那美國有一個研究就發現 就是說當你的眼睛是有病變的時候 其實對你未來的記憶力衰退 是一個很重大的影響因子 所以我們現在除了保健眼睛之外 其實也可以同時就是吃一些食物 就是來滋養你的那個腦部的營養 那像剛剛那個我們有講到一個木憋果的成分 那木憋果裡面就是有葉黃素 胡蘿蔔素 那它可以就是照顧我們的眼睛的健康 那另外像其實大家還可以吃一些 這種類似腦靈質的這種成分 因為它對於像影法族 上班族 還有現在考試壓力比較大 還有工作機過度就是過度 思緒過度的上班族 其實都可以有一些保健的效果 可以讓我們盡量舒適 同時思緒靈光 其實日常的健康保養運動都很重要 千萬不要說仗著自己還年輕 或者身體沒出狀況 就盡情揮霍了 一定要好好保養 沒錯 在這邊恭喜健豪出的單曲 恭喜 可以再介紹一次 可以 我的單曲叫《街燈下的你》 然後這首歌曲是 就是因為我來到台北 但是熟悉又陌生的一個城市 因為來這邊生活 所以其實也希望可以在這邊 可以把自己的歌曲自己的溫暖 帶給在不同的街燈下的大獎 好 走給大家 謝謝 謝謝